剛剛我們看的是到 3D Warehouse這個網站 那麼如果你今天 不要找這邊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3D Warehouse 基本上就是SketchUp這個軟體所製作的 那麼SketchUp他主要 比較偏向在室內設計這一塊 所以他如果 要找一些比較 曲線比較複雜的 可能在他上面就相對比較少 比如說像人啦 車子啦 或者一些比較 強調曲面的 複雜的 那種模型 他上面 不是那麼多 因為他 這個方面不是他擅長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找下面這個Arch3D 你就可以從這裡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待會我也蠻鼓勵大家可以 用那個翻譯啦 你可以用翻譯的話你就 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 那麼我們先找找看你看 上面這裡有床嘛 對不對 床的部分呢他就很多啦 不是只有上面這裡 連下面這裡 分頁在這邊 你就可以找找看 跟 你們家 的這個 所謂的請句的部分 有很多 看你會什麼 看你明成 對吧 還是要 那個客廳的啦 你就可以找找看 像這裡有這個 有沒有 書櫃的 這個應該是置物櫃吧 好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這裡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看一下 這個也可以對不對 好所以你就可以先找找看 哪一個你比較喜歡的 如果說你想要這樣子的一個 感覺 那我就把它 點下去 把它下載下來 它上面其實都有告訴你它裡面包含的哪些模型格式 我們使用3D的話它支援 OBJ3DS 都有 所以如果你要這一種的我們可以把它下載 按download 但是要注意一下 上面這是廣告不要理它 這裡有一個download 下載 它就會直接下載下來 那 它的GIP我們拿到 使用3D不見得他都可以讀得出來 這個要 看情形 如果萬一讀不出來之後你就必須把 這個壓縮檔解開 再去裡面找到我們的模型檔 好我這邊快下載完了 OK我們可以先試看看 點到這邊一樣到家具 插入家具 把你的模型檔案把它叫進來 如果他認得就OK不認得就必須要 像我剛剛講的要解壓縮 好看起來他認得不錯 可是呢有可能他的材質 會跟我們這邊看到有一點不一樣 比如說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在這邊是長像這樣子 可是我們進到Swim 3D之後 有沒有發現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 所以 如果有材質不一樣的話我們可以進去 再做調整 好 再下一步 這個 床真的有點小 才94公分 94公分很難容納 一個人 比如說我們給他 300公分 寬度 寬度300公分 差不多 好 那當然你要小一點 個人的 因為他這個應該算兩人床嘛 所以大概 你至少要260啦 不然 睡著會掉下去 好下一步 完成 好進來了 我們先確認一下 有沒有 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一樓就要擺床的話 你也可以像這樣擺進來 好確認一下 那 這個呢 不滿意沒關係就點兩下 一樣的方法 進到材質 至於你可以換哪些東西 跟他的模型 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你看這個黑色的 我們找找看到黑色是在哪裡 黑色好像 比較沒看到 這個我們可以知道 有沒有就是棉被 那這個呢 是 枕頭套 跟 那個棉被套 這個木頭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去改 比如說你的 棉被 你想要換 Hello Kitty的 你去來這邊換Hello Kitty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找 不用找剛剛那個 角落生物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按插入 如果你要重複 跟剛剛一樣的 Size的 那這樣他就是 會變 這麼大一個 好那如果你要 就是比較大隻的 比較完整的 我們就可以 從這邊去找到 我看一下 剛剛的應該是在下載裡面的 好 好像是這一張好 繼續 好那我們的床剛剛是200多嘛 所以如果說你只要單一個 那我就在這邊 260 他就會比較大 好這裡我就關掉囉 完成 確定 有沒有 這樣 這裡 看起來還不夠大 對不對 因為他的高度沒有那麼高 好所以他就會變了好幾個 拼貼起來 那木頭的話 你也不見得一定要找 那裡面的我也可以自己找 木頭的 找他裡面的材質 看你要哪一種的 你要這一種木頭的 還是要這一種的 都可以 你 找看看你 滿意的 好我先用黑色的好了 這樣有沒有 這樣就換了 好那如果說你的木頭的材質啦 或者是我們的紋度你想要 稍微轉一下方向也可以喔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 那個材質喔 你要轉個方向 效果會比較好 比較有木頭的感覺啦 好確定確定 有沒有這樣就換了 好那當然你要做比較 高畫質輸出 這樣看起來效果會比較好 這樣了解 好所以 這邊呢就是要 大家自己留意一下 好這邊先簡單輸出一下 記得盡量不要用中午12點的 那這邊呢我們就把它改成上午 你就可以稍微看看 他的一個 輸出的情形 這樣有沒有問題 如果萬一你的模型匯進來 你覺得怪怪的 那你就可以再換其他的啦 他上面的模型其實蠻多的 好看起來還不錯吧 就看你 要靠近一點還是怎麼樣 但是這樣有點寒酸喔 睡在這種床 這個上面感覺起來怪怪的 好 這樣 這個部分呢就交給各位啦 所以其實以後 你 模型不夠多 你想要call out求救的 就自己找一下 記得模型越多的話 你的檔案卡速度會相對比較慢 那當然第二個檔案會變大 檔案會變大一點 這個 大家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OK 那 你不用擔心 我們所有匯進去 就是你已經加到這個 模型檔的 就是我們是用3D專案檔的 這些模型呢 你不管拿到哪一台電腦 打開他就會在裡面 因為他是直接存到專案檔裡面 所以你的模型庫如果沒有 這些模型 不會影響到 好這裡我也先存檔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